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3号 星期四 美国的Fox News 就是福克斯新闻曝光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的丑行 他上个周末的时候 回了旧金山 回到他家 回家之后 光顾了旧金山一家发廊 本来去做个头发也没什么 但是是这样 由于民主党的强力的反对 导致了美国现在有好几个州 经济不能够复苏 不能开始营业 包括在纽约到目前为止 纽约正好还不许糖吃 我们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就没有糖吃过 我一直说想吃条清蒸鱼 到现在就没吃着 因为清蒸鱼这种东西 当时蒸完之后上桌赶快吃 最好 一旦如果是叫了外卖 给你搁盒子里 再搁塑料袋里 再一闷再过来就不好吃了 知道吗 想吃条清蒸鱼 到现在就没吃着 给我气口呛 就完完全全 由于民主党的阻挠 白宫 还在宣称 说南西佩洛斯 他们代表的民主党这边 他不是中医院议长吗 在跟白宫和共和党人 为疏困计划在谈判 白宫幕僚长 梅杜斯30日 就8月30号 还在指责 说疏困的方案 到现在没有协议 主要的责任 就在南西佩洛斯 他非常强硬 寸步不让 就是不许搞活经济 就是说南西佩洛斯 现在就是认为多发 多发事业补助 多发钱 不要他们上班 不要他们工作 把经济搞糟 但是给老百姓发钱 让老百姓投票 选民主党就可以了 经济糟糟的是川普搞的 跟民主党的没有关系 所以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不让发廊营业 然后不让餐馆的糖吃 到现在为止 按照旧金山的当地的法律法规 禁止法郎进行店内的营业 就是政府的明令禁止的 只允许理法师在店外操作 现在纽约有一些餐馆也是 他们在马路上搭出来 在马路上吃 不能够进店 不能糖吃 他们在马路上搭着吃 所以你现在要去曼哈顿6 你会发现马路上都被占领了 跟中国马路边烧烤也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更加的不卫生 因为曼哈顿车来车往 他们在马路边上 其实显得很过躁 是吧 很过躁 很吵 而且汽车尾气 汽车开过去 仰起来 陈其实都很不好 我觉得其实更不健康 反正 但是现在民主党 纽约是不是民主党 民主党就是在这胡搞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内 在这种情况之下 洛佩西 佩洛西 他知道吗 利用职权作为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强压 然后强行进入店内 在店内让人家给他服务 因为他觉得我是重要人物 正人物 我在马路上捡 这有实体统 我得进店里去 那么Fox News就曝光了视频 店内有闭楼电视 曝光了他以一个权贵身份 取得特殊服务 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整个美国就因为是你民主党阻挠 你是民主党 现在在众议院的议长 由你阻挠 导致这些店都不能够正常营业 然后等到你的时候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2016年的时候 西达里作为一个民主党说 我要当政务之后 我要接受10万穆斯林的难民 当时川普就说了 妈的你有保镖保护你 我们老百姓谁保护我们 你们这些权贵 有政府的高官 有保镖保护 你们住在富人区 住在最好的地方 这些能不能影响到你们 老百姓怎么办 你有考虑过老百姓的切身感受 真的就是何不食肉迷 知道吗 完完全全 你们这些享受特权的人 在那儿康他人之铠 康老百姓的铠 怎么回事 是这样 理发店有一个店主 店主说 他们店内的这些理发师 都是签合约的 其实都不算是被他雇中的 他把理发店里 就是一个理发座椅 租给每个每个的理发师 就是说出租的 你租了这把椅子 这个归你 然后你约的客户来 你弄每个月你给我多少钱 然后多的你就挣了 少了 你理想办法 对不对 所以是理发师 跟南西培特斯关系特别好 然后就是说 他说其中一个理发师 事前就跟店主上又说了 说虽然法律法规不允许 但是南西培特斯 他身份的特出 他说他要求要进来 那么因为他也是权贵阶层 我不敢反抗 我就同意让他进来 但是因为你是店主 我跟你租的 这样的会导致你的违反的法律法规 我还要体验给你打个招呼 知道吗 就是说你这同意不同意 这店主一听他妈气 就打一抽来 你知道吗 但是店主也会 店主一想到我要不同意 他不就不进来了吗 店主说我不管 你们自己随便 店主不置可否 你们自己搞 你们自己觉得 你们应该这么做吗 结果南西培特斯 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 结果南西培特斯就进来了 而且进店的时候 你猜怎么着 民主俩天天在喊戴口罩 戴口罩 戴口罩 我们一出去 我们就不喜欢戴口罩 经常好几次被人让我们戴口罩 对不对 结果你猜怎么着 南西培特斯没有佩戴口罩 他把口罩挂在脖子上进来的 视频有 你再往上去搜 你天天抄抄 让我们戴口罩 不让我们到店里去剪发 不让我们到店里去吃饭 然后你去店里去消费 然后你还不戴口罩 你能要点逼脸吗 他没有戴口罩 口罩记在脖子上 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口罩 说只有他一个人 视频显示没有错 这个店没有允许任何人 整个这个必要电视 是24小时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进去店 只有南西培特斯和他的理发师进了店了 他在店内服务 实施证明 就是说店主是完完全全遵守法律法规的 但是如果这个的话 我相信这搞不好 要去要派人 因为这是 周金山他们那是民主党用地盘 肯定要派人去查店主的水表了 但是这是美国公民 人家就说我不怕 咱们就来给你闹到底 知道吗 店主把这个必要电视 拿去给Fox News播 曝光上的丑刑 当然了民主党肯定会说 你看你让他进店里来了 你要拒绝他就不能进来 对不对 要给你罚款 店主已经喝出去了 你们就来吧 罚吧 你们不是不要脸吗 咱们就来 给你喝来倒撇 就给你拼了 美国人民就这种彪悍 你知道吗 不怕你 你来喝茶 你来茶水表 这个店主 跟Fox News就说 极为不满 说法郎现在被政府 下令关闭 我们现在民不聊生 作为官僚阶级 南西培特斯 却动用他的官僚权贵的身份 强行进店取得服务 他说这是对我们这些 手工业者 对我们这些小企业 小商业的一种侮辱 我们无法忍受 所以要曝光他的丑刑 他接受了Fox News的采访 然后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 也发推文说 南西培特斯 作为众议院的议长 推动关停经济的政策 强逼小企业 小商业 停业关门 但是他自己却肆意妄为 滥中职权 我觉得 就是南西培特斯 要点脸 直接就辞职 辞去众议院议长的职务 你已经没有资格 你也不配 再在国会 因为国会 现在由国会来主要 因为白宫也要跟国会协商 就这个疏困计划 必须要国会通过的 但是以你这种 就是说满嘴谎言 说一套 做一套的人 已经不配在国会 为整个美国的这些小企业 小商业 去决定他们到底 应不应该开门了 你这种骗子 这种骗子的行为 你不戴口罩 而强行进店 去消费 去接受服务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像 所有的美国的这些 真的就像发商的店主 都说的 这是对这些小商业 小店主的一种污辱 一种羞辱 你应该对他们道歉 我觉得你应该辞职 辞去众议院议长的职位 你不应该再主导 这一次的谈判 应该换一个 其他的比你更有操守的 更关心这些小店主 小业主 他们的利益 更尊重他们的 而且就是说 自己戴口罩的 自己禁止别人去消费 自己也不消费的这种人 我觉得就是言行合一的这种人 才有资格坐这个位置 而你的道德操守 已经不具备了这种说服力 继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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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